大小兵王 老丁 放我大驾江土 你想怎么死 我为什么这么强 世间暗黑酒 我家狗都比你强 带回去 牙子天牢 是 不用带回去了 一起死吧 老子还是猪男 不能就这么被炸死 他皇下兵王这么多年 牙子被一个老六炸这么惨 我就是在哪 难道我穿越了 成为了周家的废物坠血 还有个漂亮媳妇 行 我先去看看我媳妇 手机也穿越了 还能联网 好 先看媳妇去 娘子啊 这身材真不错 咱们已经把秦阳那个废物给堵死了 以后你就是我的了 那死废物真的不会出问题吗 能有什么问题 到时候就说被马给踢死 拉个草心埋了就行 也是 当初是为了冲洗 才让它入坠 像这种性子软弱的废物 早就该死 我去 原来是个潘金莲呢 不好对方 先撤吧 在那干什么 你先退下吧 是 你这个死废物 你怎么还活着 我去 你自己先暴露了 真让我怎么接话 娘子 我来找你 那 那我们回屋吧 不了 我先回去了 一步又二不休 杀人灭口 昨天晚上没有堵死 你 今天我累死你 我去 我们宫里心还出来了 你 扔下去我肯定会 你 归系大法了 好 等会 林洁安 他真没气了 怎么办啊 你拉出去玩了 嗯 轻一点 走 公子里面 开死的 这得搞来人少当可真 这仇不报 这不叫兵王 现在这个区块 让我宫与大姐 最好还是找到靠山 南宫与堂 家庭你别想逃 南宫与堂 中楼的迷药 你逃不掉的 卑鄙 你要是敢碰我 南宫家不会放过你的 你出生将 是当今朝廷最红的 你将军 观察平时呢 我肯定是杀不了你 和你非要带人来剿匪 别怪我马老三手下无情 你别别 你别过来 我马老三上过的女人无数 女将军还是逃一次成呢 是你能背景这么强吗 值得一强 谁啊 谁啊 死人不用知道那么多 没事吧 多谢公子相救 不用着急感谢 我先送你回去 你 来 姑娘 我们休息 我好渴 渴 我热 姑娘 你再坚持一下 谁马上 我不行 我太热了 姑娘 我是种女药了 你坚持住 姑娘你听我说 你是种女药了 你不能这样 你坚持住 啊 真呀 姑娘你穿上 你把衣服穿好 我带你走 姑娘 别 别 哎呀 你什么 你甄了什么 你甄了什么 我死死男的 姑娘 哎呀 你不要 你这是我的 啊 你天不得 我死掉 哎 啊 走 啊 啊 嘴皮狗贼 你敢羞辱我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我 昨晚明明是你羞辱的我 这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救命恩人 姑娘 来罢了 这个一杯直上百两 你拿去当吧 从此你我 还有 还有 你若是敢将此事传出去 本将军低速杀了你 慌恩福役 你说什么 你是我愚蠢亲老触男 多晚为了救你奉献了我自己 结果今天你反正就把我给摔了 这就是你们将军府的处事知道吗 哟 那你还委屈起来了 行行行 那你想要什么呀 带我进城 进城 相宽 将军 什么事 可算是找着您了 宰相府之子已经把彩礼送到咱们府上了 老爷让您立刻回去跟他玩婚 我绝对不会嫁给那个顽固之辈 可是咱们将军府资金短缺 只有宰相府能救咱们 咱们如何拒绝 钱吧 我想办法 至于拒绝 我可说 这 我已经有相公了 我 我与秦郎 行头一合 发誓 永不分开 好巧啊 那我做挡箭牌是吧 将军 等会儿 将军 咱俩做个交易 我替你挡婚 你帮我复仇 好啊 便以一年为期限 你呢 要入我将军府为赘婿 嗯 那我们事先说好了 既然我们签订的是契约和你 中途呢 可不得反悔 那我呢 狡假虎为吗 狡假虎为 一例子 就你这文化水平 先想想怎么过我父亲这款吧 他平日呢 最喜欢的是才华横溢之本 喜欢与人做师做对 张横呢 便是这样讨好我父亲的 欢心 做师做对 要干嘛 那我们就 拭目以待吧 做戏做全套哦 岳父大人的腿是怎么了 在战场上中了敌军的毒 看 我们还没成婚呢 别瞎蹭 太可惜了 正是壮年就 玉堂啊 婚姻大事不是儿戏 岂能如你这般随意 简直是胡闹 就是 一点非让你气得站起来不可 我就那么一说 女儿啊 如今我南宫府财力困难 急需宰相府援助 你现在把这穷小子找回来 不是活上浇油吗 父亲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我们将军府接受了宰相的援助 那势必以后就会被拿捏 那你也不能随便找个山野村夫啊 我们南宫家的女婿 那个不是才高八斗 武功强横 何等见过这等粗鄙之辈啊 夫人 您这么说话就不对了 我虽然长相一般 但我才华可不低啊 是吗 那你就当场写出一首诗了 如果我写出一首诗了 你就转我为序 你要是当场写出一首诗了 我就招你入序 一言为定 你不要逞强啊 我父亲的诗词要求还是很高的 不就是首诗吗 南宫将军 其实我来之前就已经为您准备了一首诗 为我准备 当然 以莫辞号 我倒要看看 你还有什么花招 这乡爷小子 那有什么诗才 千管家 夫人 去拿些钱才 一会儿给他便是了 是 夫人 南宫家三代为将 为国征战 世代镇守御门关 理应得失一首 流传千古 岳父大人 您看好了 青海长云 暗血山 孤城遥望 日本关 皇沙拜占川金甲 不破匈奴 终不 欢 好 好一句皇沙拜占川金甲 无破匈奴 终不欢 那你对这首诗还满意吗 满意 当然满意 那你对我这女婿还满意吗 你小子 还挺滑头啊 也罢 我南宫镇一身光明磊落 一眼九鼎 今日之后 你便是我的女婿 多谢岳父大人 岳母大人 罢了罢了 玉堂娶了你 便是放弃了宰相府这一大助力 今后你可一定要发愤 为父 不求你高中状元 那也不能丢了南宫家的脸 岳父大人放心 小旭 请遵教诲 嗯 我会通告全程 明日便给你们举行大婚 谢岳父 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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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父刚才说的财政危机是什么 这个我自会想办法的 嗯 你只要履行契约即可 论挣钱 在这个时代 没人比得过我吧 等我们成了婚 看个子棒的翻盘 这南宫玉堂可是我大厦有史以来 最年轻的附和将军 没跟宰相府成婚 也不知道是谁娶了他 就是 云姐 你说南宫玉堂到底会嫁给谁 说不定是哪个王爷的儿子呢 不过 这将军府现在不是文官集团的敌人 谁会去出这个眉头啊 新郎新娘入场 新郎新娘入场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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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难得他 南宫家取了个坠血 快起来 不是当着我啥也看不见 快起来 秦阳 怎么不是他 这废物不是死的吗 怎么变成将军府的女婿了 大家吃好喝好啊 不用客气 南宫府 南宫将军 你可曾经说过欣赏我的才华 还要把女儿许配给我 说话不算数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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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我家女儿无缘 散了吧 对对对 我的婚是我自己做出 其他人无权干涉 什么死垃圾还想跟玉堂在一起 活命就赶紧滚 张公子 此人是周家的坠绪 是个不折不扣的废物 秦明杰 你说的是真的 秦明杰 你说的是真的 此时小女子可以作证 她确实是个废物 好吃懒做 身心懦弱 是我周家收留了她 不过 我没想到 她居然做出这么吃里爬外的事 你找了个废物 你几才是废物呢 他们说的可是真的 你不相信我吗 我相信你有什么用 要其他人相信才行 我说废物 这将军府想找一个才子 对对子会吧 我出题 你来答案 你要是不敢的话 那就跪下来叫我三生爷 我 然后从我胯下钻过 学狗的样子爬出这个门 本少爷就不跟你计较 对了 出门要学狗叫的 废物啊 跟狗就是一样 都是寄人篱下的嘛 我这好幸福 你不用管 我来出来 好 好 这让我硬了 好 你拿什么来硬 那个张猴 虽风流无度 但他的财民 可是虽然实在 我也有才华 做事跟做对 可是不一样的 你连科技都没考过 有什么能力收到 那怎么了 你不相信我 嗯 不相信 诶 玉堂 他都已经答应了 这众目睽睽之下 要反悔啊 谁说我要反悔了 既然要赌 咱就一视同仁 如果你输了 这些赌注 全部应验到你身上 并且 咱在家 万两 咱在家 五万两 什么 哇 五万两 嗯 大胆 这张公子 可是当朝宰相之子 你这等贱民 配提要求吗 费那么多话 五万两拿不出来 是不是 谁说没有了 嗯 喜明杰 在 你女人不是 精神负伤吗 我 去拿五万出来 啊 这 你怕我还不起你吗 不是不是 这 快把钱给我 可是 这五万两 是不防半年的收入了 那 张公子 钱在这 同样的 你输了 赔我五万 没问题 嗯 我们将军府 总共就剩这五万两了 五万两 别说了 你又害死我们啊 我不会害你们的 并且 我让将军府的菜市安排 公亲王道 这可是当朝血统 最传承的宗室王爷 地位与宰相持平啊 他居然也来了 恭喜恭喜啊 晚辈张衡 拜见公亲王 无妨 今天是大喜之 不必多礼 方才 我听到你二人的赌约 不如 你二人比试一番 嗯 我做裁判如何 嗯 好 晚辈也是科举探花 在京城也是有名的才子 斗不过他 那可丢死人了 你为何不行礼啊 哈哈哈哈 这小子有个性 是 是是是 哎 公亲王 嗯 齐公子作为宰相之子的忠实粉丝 是不是也要下个注啊 嗯 齐公子 我 我下就下 不过你必然会输 到时候我让你跪在我面前跪地求饶 老子可是有手机的挂网 你玩得过 哼 开始 第一零你听好了 我听听 来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是什么对子 闻所未闻呢 答不出来了吧 果然就是个傻子 谁说我答不出来呢 笑剔中姓李一连 什么意思 上连无疤 下连无耻 送你个横批 望疤无耻 哦 正少 他骂你是王吧 你是王吧 我怎么骂了 我骂你了吗 他骂的 你是王吧 我又没说你 好了好了 继续继续继续 这真是你对的 嗯 那可以 嗯 看不出来还有点本事啊 这一脸你听好了 嗯 望 江楼 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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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流千古 江流千古 嗯 太妙了 我就不信你还能对的去了 等会儿 你这是什么对子 分明就是在故意刁难人吧 是啊 孟家湖 孟家人 孟家湖 盼孟家人 家湖依旧 家人依旧 子怜送给我娘子 没有格局 格局都没有 没格局 说我没有格局 是吧 行 我白送你手 白送 白送 白云山 白云生 白云山上白云生 云山万载 云生万载 我这万载 是不是比你千古 更有格局 会让我的眼睛里 茶饭泪水 因为我爱着土地 爱得深沉 嗯 好 绝妙 妙啊 妙啊 是 不可能 我精神才子 怎么可能输给你 这些都不算 都不算 都不算了 为啥不算啊 你还想赖皮是不是啊 是啊 怎么了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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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下 你回来 你耍赖是不是 你 我清赖 好好好 对点 别 怎么 你当公亲王不存在 好 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不过 这次不是我来 娘子 上 嗯 这五个字 怎么都能组成一句话 实在是妙不可以 张公子 请作答 哦 我 那不你来 我 我酒喝多了 哼 不是我说你们到底能不能打出来 还精神第一大才子 怎么连我和我娘子的对子都对不上呢 我给你们换个名字 叫精神第一大才 怎么样 你就是精神第一个废物追戏 嘿嘿嘿嘿 这些对子肯定不是你出的 嘿嘿嘿 不是我对的 那我再送你一手 还送 嗯 千锤百炼一根针 一电一道布上行 眼睛长在屁股上 只认一关 不认人 嘿嘿嘿 哈哈哈哈哈哈 哈喽 哈喽 管家 在 立刻派人抄送下来 全程送 嗯 师名就为 宋宰相之子 张衡 嘿嘿嘿 是将军 啊 立刻全程传送 嗯 太精神了 你们真想回我师弟猜别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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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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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胆 王爷不存在吗 南宫将军管不了你 那我这个一匹宫亲王呢 宫亲王 兵 西明杰 我跟你父亲是旧枪师 所以站出来去 你若今日反悔 明日就会成为整个大小文坛的秀 秀秀秀秀秀 你也想把你爹的脸面给丢尽了 不行 那就速速与心 或许还有机会 是 等等 我看张公子的画精 有一个小小的毒虫 咬到它就不好了 我走 我真的 你醒了就履行赌约吧 走 等等 还有狗叫 可以了 滚吧 我丞相府记住你了 该你了 我侍郎府 也记住你了 问问 等等 还有五万两 拿来 秀秀 这五万两 是我周家全部的现银了 我堂堂侍郎之子 连这五万银票都叫不出来吗 这 大将军 你有一个好女婿 得罪了 陈相府 和侍郎的人 皇爷 也无妨 我看 谁敢动我女婿 就是 有岳父照着我 我怕她吗 好 那秦阳小友 那我也该走了 过几日 去我府上做客 咱们聊一下秦棋书话 还有 迎师作队 一定拜访 我还有很多 要向王爷您学习呢 好小子 小子 我等你 好 恭送王爷 业父业母 这五万两 是小训 给玉堂的彩礼钱 好女婿 好女婿 我就说吧 没有看错人吗 是啊 思想觉悟太高了 你这是 我知道将军 财政困难 用急用 干嘛呀 娘子 我已经展现了 我的承诺 今晚洞房花烛夜 该展现你的财业了 扫多了 喝了这瓶壮阳酒 天下涮蓄 我再救 解释 小莲 怎么是你 姑爷 小姐让我来做你的同房丫头 还有这种操作 姑爷 奴婢 奴婢准备好了 小莲 你多大 十六 未成年呀 我去 这小鸟儿真是 又不是为针锋相对合 前两天还嫁到欢迎 现在就闭 卧槽 卧槽 不愧是练武的 是几致的身材 你来这儿干嘛 我不是让小莲花做你动风妖 未成年呐 而且我的心只有娘子你一人 容不下其他女人 少在这儿有嘴花生 那天只是个意外 你我二人之间 并无可 行吧 那我先走了 抱歉啊 刚才能收住钱的 那你要补偿我 你说 不好了小姐 不容易倒了 你说什么 娘 你还好吗 不好 到底怎么回事 将军啊 宰相府和公部 我联手查封了 咱们将军府的孟兰布访 说是咱们做工不合规 要交十万两白银 才能让我们继续营业 否则的话 就永久封禁咱们布访啊 什么 永久封禁 都怪老奴啊 一时疏于管理 才让咱们库房里面 出现了偷进取巧的蛀虫 死啊 被咱们都造渠 抓住了漏洞啊 钱管家 钱管家 你太大意了 我将军府 现在从哪去 凑了十万两啊 老爷啊 老奴 勤勤勤恳恳恳为咱们将军府二十多载 没想到今夜却犯下如此大错 老爷 我 我真的只求一刀撞死了 你别拦着我 罢了 罢了 事已至此 获损谁也没有用 先想办法解决吧 老爷 没了不访的经济来源 就算如今进账了五万两 不出一月 将军府也会破产 老爷 要是咱们当初没有激怒人家 宰上府和侍郎府 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吗 要我说呀 都怪某些不自量力的人 都是被他给害的 说我呢 好了 现在不是争论这个的时候 当务之急 是怎么样让将军府走出危机 我现在就去找张好 去求我请 不行 你不能去 你是未来的朝堂大将军 不准因此事而折了腰 我这把老骨头 早已卸甲归田多年 就算是求他一次 又有何妨 爹不可 我意已决 江坤 在 去在相府 岳父大人 我有办法 你有办法 对 我有办法能解决将军府的财政危机 不仅如此 还能大赚一笔 你别说话了 就会胡扯 就是 这件事情还不是因你而起啊 你好像对我很不满啊你 我 我只是 就事论事而已嘛 不妨倒了又咋样 娘子 给我拿木架 白布 还有掌缸 我再到十个梦兰不妨出来 他简直就是疯了 老爷呀 这种人不能留在府上 我建议 把他赶出去 先看看他要做什么 你这是 要染布啊 是的 我要染出世界上无人能敌的紫色布匹来 紫色布匹 众所周知 紫色布匹是最难染的 周时布方就是掌握了紫色的配方 所以才稳居四大布方之手 夫人说的对呀 像这种啊 啊 听苦人家出来的贱民 怎么可能有本事去挑战人家的布房 哎 小子 我告诉你 如果你今天能染出来比周时布房更好的布 我当着这所有人的面我给你跪下 这是你说的 我说的 好 你要是染布出来 你就马上自己收拾东西滚出将军府 好大的口气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将军府主人呢 是不是岳父 我 我没有啊 你别血口喷人 行了 开始吧 接下来 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你二十一世纪的技术战 我不能信心自己 看好了 亮瞎你的钛合金狗眼 嗯 嗯 这等紫布 柔顺又丝滑 柔家紫布与之相比 简直就是粗质烂造 不堪入目啊 静 原来你真的会染布 怎么样娘子 我没骗你吧 这不可能呀 怎么不可能 这东西在这放着怎么不可能 跪下 紫布 无论是从颜色上还是质量上 都惊为天人 我好奇的是 你是如何做到的 岳父大人 这个配方是小旭还是待在周家的时候秘密研制而成 但制作成本只有十分之一 好啊 好啊 有了磁灯紫布 我的孟兰木方就可以起死回生了 岳母大人 我还有一个可以快速积累财富的办法 我们寻找十个加盟商给他们提供紫色配方 每个人收银两三万两 可行吗 一试便知 爷 娘 怎么了 十个加盟商的名额已经都被抢光了 这是三十万了 太好了 这下令公布都没办法封锁我们了 太好了 不好了 公布齐明杰和宰相府张衡 带了一大波官兵 把咱们将军府包围了 他凭什么这么做 说 说是咱们将军府违反国法 要将咱们全部捉拿 什么 都在呢 实际上的就放下武器投降 不然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西明杰 你们带人擅自宠我们将军府是几个意思 几个意思 你们自己是不知道吗 也非是十万两罚银而已 我们交就是 你这样是想打我们将军府的脸吗 十万 难不成你们已经凑齐了十万两 来人 十万两罚银已交 你们可以带着你们的人出去了 十万两 小事 那我们呀 来这可不是因为这个 那你们来是想干什么 南宫家偷税漏税 严重违反国法 宰相府和公布下令 宣布将军府 全部押入天牢 胡说八道 我南宫府向来遵纪说法 怎会做出如此荒唐之事 南宫将军 话可不是空穴来源 这具体的事情怎么做呀 还得亲王殿下的处理 所有证据都在这里 你们确实犯法了 这不可能 自己看吧 这是 哪个天下的要冤枉我们呀 冤枉我们 我看不见得吧 秦官家 你在说什么 亲王殿下 这本账 就是小明我提供的 上面清清楚楚记载着 南宫他们一家人这些年来 贪赃王法的证据 替证如山 请亲王陛下 将他们一家人 全补鸡拿归呀 你们南宫家 个个都是酒囊饭袋 喘着要命 难怪连管家 都不愿意为你们效命 习明杰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 老钱 这些年来 我一直都很信任你 你为什么背叛将军府 老钱 我向来帮你不帮人啊 你们一家人严重违反国法 危害舍弃的垃圾 人人都要住址 行了少废话吧 把他们所有人 给我押尽天牢 等候问斩 亲王殿下 您说是吧 若人人都偷税漏税 那我国本该怎么维持 抄家吧 我倒要看看今天谁干负 南宫一堂 今天我和亲王殿下 三方办案 你敢抗命 难道你想 谋反不成吗 如果我们将军府有罪 那我话不说 但莫许有的罪 我们绝不忍 行啊 那你就反抗吧 你就等着 去地下 跟你的祖先团聚吧 惩祸一个 违抗朝廷的命令 也就只有死路一跳 别冲动 停 这么点小事 至于大动干戈吗 我们重新查一下账目就好了 连私塾都没读完的废物 靠女人活下去 你看得懂账本吗 你知道账目算什么东西吗 就是被我们周家 踢出去的一个软蛋吧 现在想查账 省省吧 小子 啊 咱先不说这账本的账目 对不对 凭老付我二十多年金手的账 就你还想把它查清楚 你做梦吧 清王殿下 别跟他们废话了 遇到 这可怎么办 娘 他们会不就是在诬陷我们 娘子 我也办 清王殿下 根据当下法律 我们申请重新查询 话是如此 不过几十年的账 几个人还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可查案方给不了这么多 那你能给我们多少时间 大人 万万不可呀 得多三个时辰 大人 这 此举 责法和规 好 三个时辰就三个时辰 前回 薄痕的心啊 竟然带走了我们所有的账方先生 没了账方先生 这账可怎么算呢 不妨 那就自家一账 三炷香的时间 如果你们不出来 后果自负 这就是二十多年 所有的账本 三个时辰之内 统计完这些账本 这根本就不是人能做到的 这可怎么办呀 阿清 你刚才说的办法是什么 我的办法 就是这个 一百个账方先生搞不定的事情 他一个就可以搞 这是 什么东西啊 手机 你也可以叫它 凤 不信 不信 再怎么统计 二十五 约等于五百四十星 啊 这也太神奇了吧 嘿嘿嘿 月父月母 看过来 这个 加减乘除只是最基本的功能 我们用它来查占簿 只需要输入简单的几个数字即可 哎呀 真是 若是换在平时 这些数字 得两月才能计算出来 嗯 这下相信了吧 哈哈哈哈 哎呀 哎呀 好女婿啊 你真是至极若妖啊 哈哈哈哈 那那那你 需要我们 做什么 帮我汇总数据 查缺不漏 三个时辰 我们找出问题 大人 这箱可快烧完了 他们里头一点动静没有 我看哪 八成就是在拖延时间 就是 还弄得神秘兮兮的 经过商的都知道 北极二十年的账本 别说几个账房先生 就算是几百个账房先生 也绝对不可能算完 确实如此 走 把他们抓起来 要抓谁啊 我们找相关证据 信钱的 你账本里的漏洞太多了 什么 几十年账本 至少要花两个月 才能查完 你肯定在诈我 信钱的 老夫我行的证 做的值 你没有证据 你这是污蔑 证据 这就是你贪污的证据 虽然二十年来 你掺杂了很多的假账 甚至买一条内裤的 机长 不过只要我掌握 几条核心技术 就能找出你的漏洞 这 这 这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将军府买卖的 所有开支收入 还有封地的收入 你总共贪污了 三百万两银子 以及十箱黄金 还有数不清的金银珠宝 你还要说什么吗 清王殿下 我想问一下 偷税漏税勾结者 怎么处置 轻者重罚 重者斩首 那恶意诬陷者呢 诬陷朝廷命官 纵行法治 清王英明 不过 我们还查到 这个老东西的钱 大部分都流入了 一个地下钱庄 而这个地下钱庄 好像跟习公子有关 嗯 是 性情的 你不要冤枉我 冤枉人 你贪污的证据 都在这里面 这个老东西的钱 大部分都流入 你的地下钱庄 王爷 这个出事想害死我 来人 快抓住他 抓住他 是真是假 待会便知 天明杰 好大的胆子 在天子脚下偷睡漏税 私吞公款 这是在找死 秦明杰 这两个罪名做实了 连我爹都救不了 你让老子去送死啊 秦王 您做得对啊 张恒 这种人啊 必须严惩不歹 张恒 你个叛徒 钱庄的事 你也有份啊 别胡说啊 王爷 小明是被张少爷 和西少爷 他俩胁迫的 都是他们 支持我做假账的呀 话当真 千真万确呀 王爷 小明还有他们 手里的证据呢 愿意全部献给 秦王大人 妈的老东西 够了 把他们都拿下 干什么 要死 就一起死 秦王最好心 有七月 你邪同西明田 张恒等人残害中粮 是杀头的重罪 秦王大人 饶命啊 秦阳 你看咱俩夫妻一场的份试 你去就请好吧 行 你给我跪下就 跪下 不情愿啊 娘子 咱喝茶去 等一下 我跪 求求你 求求周家 行 秦王殿下 我觉得周家人杀了 没有太大用处 不如 不错 此法可行 谢谢秦王殿下 周夕月 念你周家也是被迫 死罪可免 真的吗 谢谢秦王大人 但活最难逃 把你周家十分之九的财产和年收入 以后营收的八成都要交给国库 如有隐瞒 立刻荡斩 什么 怎么 你不愿意 现在可斩 愿意 我愿意 怎么样 我帮你求的行 你还满意 你好狠毒 这都是跟你学的 你放心 我会让你全家好好活着 不过永远当你 是 是 这小子是个人才啊 为我国库 增加了一笔不菲的收入 这份恩情 我一定禀报圣上 来人 将他们全部押下去 张狠打入大牢 习明杰送往钻头台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本王亲自问斩 青阳 你斗给我爹 行了 我等着你 皇爷 这次真是多亏了你 要不然我们南宫家 就得受着不白之怨 啊 无妨 我早就看这些文官不顺眼 天天搞内斗 揽大全 若不是非将军在外 对抗墨品蛮子 他们怎么敢对南宫将军动手 皇爷 就不要说这些了 对了 北方的战况如何 战况不好 不过 很快就有消息了 且等着吧 倒是你这个女婿 有大财啊 写诗作对 算账查税 样样在行啊 亲王殿下过奖 这种人才 这种人才定为我大下所用 罗伊飞鸽传书 向圣上双鸣 圣上 宣你们一家 明日进宫召见 接受赏赐 谢殿下 谢殿下和王爷 后来 其实我最要感谢的人 不是亲王 而是你 如果不是你 我们一家 恐怕现在就在大牢里了 宇棠 我怎么会让你进那种地方 拼了命也要保护你 我的心意 你明白吗 那我们是不是做点什么 该做的事情 那我们睡觉吧 这次 我来 其实那一夜 我也很想念你 老臣南宫镇 携家眷 见过皇上 行吧 跪就跪 起来吧 谢皇上 南宫将军 你为国征战 而落下腿疾 而玉堂 更是我大厦 最年轻的府国将军 让你们遭受 如此大的冤屈 使朕的过失 因此 朕赏你们黄金万两 绸缎千匹 练加铁甲百货 冲你将军府的司军 谢主龙 不过这个小家伙 朕听皇兄说 你在短短三个时辰之内 就查完了几十年的证 这般能力天下无双啊 朕可以满足你两个愿望 说吧 想要什么礼物 问你话呢 让我想想 凭我的能力 挣钱的路子一大吧 根本不需要什么黄金白银 相比来说 跟皇上打好关系最重要 皇上 我想要经商的政策开放权 就是任何部门 都不能查我的生意 经商 好 只要不经营盐铁 朕允许你了 那第二个 我想要一个免死金牌 这 好 这给你 多谢皇上 陛下 墨北世子带使团进京 设下五兜擂台 挑衅整个大厦 全朝廷上下都败了 说什么 这墨北蛮族 好大的胆子 那世子带了个武状元 实力强横 前所未见 我们的武将 斗不过他 此番武斗 涉及到武大厦 武威 绝不能说 朕却会对他 陛下 武斗 那我装逼的机会 又来了 张相 我看你们大厦 也不过如此 对外吹嘘得那么厉害 结果 都比不过我 莫北的武状元吗 莫北世子 你是来议事的 还是来挺进 这前说一下 怎么 说不起呢 要不 让你们的皇帝陛下 亲自下来比 你 皇上驾到 参见陛下 平身 谢陛下 莫北世子是吧 不要太过放肆 皇帝陛下 你这话就不对了 明明是你们大厦 离不过我的武状 射击举重武术 全部都输了 难道 要怪我们吗 狂妄 天 你儿想申请出战 玉堂 我义父刚刚看见 我莫北武状 射箭独独独的白米 你毕竟是女儿神 力气方面 肯定比不过他 无论如何 大厦的骨气不容易掉 岳父大人 我有办法 让娘子赢 此话当真 小徐什么时候骗过你 娘子 你上吧 有我在 陛下 臣 愿意出战 你们大下谷 真的没男人哪 竟然 看一个女子出战 你 赢不了我 玉堂 你可有把握 我 陛下 在我看来 莫北人的剑术 就是个笑话 陛下 在我看来 莫北的剑术 就是一个笑话 你说什么 我说莫北人剑术 就是个笑话 你听不懂啊 我告诉你 我娘子就单手 调打你们 好 这一阵我们接下 叶卢 给他点颜色 瞧瞧 等等 既然这样 咱再添点彩头 岳父大人 好 我有办法 能让将军府的财富 自己 谢谢岳父大人 这是百万两银票 敢赌吗 我末北是子 剩下来就会发财 但我们那边都是赌命 百万两银票 我这里也有 不过 还有一个不加条件 你说 如果你输了 还你的娘子 借给我睡两晚 我在大厦 还没有见过 这样的美人呢 大胆 好 不接受也行 我和你们大厦国 也不过如此 无微尽失 那万世子 不陪你们玩了 走 大厦 孙哥 这时候不是 我相信你 听证吧 莫北是子 我答应 不过我也有一个条件 要是你输了 不解输钱 再留一只手 简直是胡闹 你这赌约 只会激化大厦 和莫北的矛盾 陛下 千万 不能让此子 如此胡闹 好 我答应你的赌约 不过你说的结果 也会应验在你的身上 到时候 我就用这把刀 打掉你的手 好 如果你输了 我就用这把杀猪刀 毕竟宰什么样的东西 要用什么样的刀 我们走着瞧 好 说得好 老爷 玉堂虽然戒术了得 但是 我曾为借他 射中过百米之外 这下 那钱还在吗 谁知此 只可惜我那一百万两 我没有 梁子 用这个 这是什么 这玩意儿 以弓箭强一百倍 叫弓弩 我来教你 哈哈哈哈 破把了 再看看 这不可能 你 你个病 老爷 看见的什么呀 竟然能爆发出如此大的劲道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好 这弓弩 这弓弩看着虽小 但劲道非凡 青阳 你从何处得来呀 回陛下 这就是微臣 自己研究的小玩意儿 不值一提 平时也就是 打打鸟杀杀鸡 哪处这用呢 哈哈哈哈 好 莫北狮子 你输了 我没输 这弓箭呢 它是旁门左的 这一只不算 要比 要比咱们就比谁的力气大 好 嘿嘿嘿 你还是比力气 比要不要脸呢 这怎么就不能比了 谁说这女子就不如男呢 是吧 男公将军 愿赌服输 你 娘子 比就比 我也办法 你可以 但是我们要再加三百万两赌注 什么 三百万 看好了 这是我大漠黄庭 最传的玉佩 价值 绝对超过了三百万两 啊 气 叶鲁 咱们看看 哈哈哈哈 这动达坚定的石狮子 就这么被举起来了 哈哈哈哈 看到了吧 这就是我莫北武装院的实力啊 你们是赢不了的 你们还是赶紧认输吧 你知道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吗 什么 人会动脑子 而动物只会使用蛮力 你 来人 把我的东西拿上来 行 我倒要看看 就你这些工具 能够举起这千金的巨物 金阳 这可不是耳系啊 陛下放心 我今天就让这个莫北蛮子看一下 什么是知识就是力量 嘿 小艾同学 搜索一下杠杆园里的公式 这是什么呀 我也看不到 给我一个支点 我能撬动整个墨北 娘子 哇 你看见没有 这就是知识的力量 这小子 脑袋里装的都是什么呀 这就是妖孽 能得此贤婿 乃我南宫家的大兴啊 好一个知识的力量 天阳 你让朕心服口服啊 陛下 这一战 于国于自己 我都必须赢 拿来的 你在说什么 本狮子听不懂 本狮子要回墨北了 你别动狮子 找死 你这拿下 静啊 静啊 你怎么样 记得收好 我们的钱 圣旨到 奉天臣日皇帝诏曰 南宫将军一家文武双全 击溃北墨狂徒 为我大下挽回颜面 功不可没 朕赐黄金万两 绸缎千匹 封南宫一桃为 十二护国将军之一 位列正前 此外 南宫家坠续秦阳 才智过人 为国争光 特任命为护部郎中 官从正无品 亲此 谢主东恩 南宫将军啊 你家可有一个好女婿啊 大公公 过江了 世子死亡一事 已经传回墨北 好在我们战里 陛下态度强硬 墨北明面上并未说什么 但是将军府还是提防点 明白 多谢大公公提点 老头子 咱们家也出了个大文官啊 直接升到正无品 这是大下开国以来 还是头一次啊 是啊 你好好准备 明日 不上仇 是 爹 我要复仇 怎么复 拿什么复 用宰相府的势力来打压 如今南宫御堂被陛下策封为护国将军 秦阳 破格提拔为护部郎中 你告诉老夫 拿什么养 怎么会这样 要放弃了吗 放弃 秦阳 害死了习侍郎的儿子 让周家损失惨重 还杀了墨北的世子 你认为 这三方势力 会放了他 爹 你有主意了 如今那周家 侍郎府 墨北 三方联手 他将军府 不免也得念 你轻点 能疼我了 是吗 那我力气小点 好舒服 娘子 最近宰相府和侍郎府有没有什么动静 侍郎府和宰相府有什么动静 没有 一切如成 不能 你说他们两个老狐狸 两个儿子被我弄得一死一伤 应该报复才对 怎么那么安静 你现在是朝廷命官 他们不敢轻易动你 有道理 不过也得防着点他 换衣有老六 老六是谁 没谁 娘子 你帮我准备点硫磺 消石 还有木炭 对 还有钢管 你要这些干嘛 这玩意儿威力应该 这 哎 小心 别走火 等会儿我再跟你讲一遍 嗯 哎 娘子 没事吧 没事 对方那两个 是绝顶高手 每个人不在我之下 再赶紧搬救病 嗯 想跑 你跑得了吗 快跑 王府 王府所有的人 都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 我看你们两个 能逃到哪里去 你们到底是谁 我们将军府 与你们无冤无成 为何要感性杀权 无冤无成 原来你们是墨北人 一男一女 武功高强 难道你们就是墨北排名第一的刺客 暗示 双子鸡 看来你还有点见识 没错 我们二人 就是来为墨北世子复仇的 兴都借管森 你们怎么可能进了 肯定是有点拥金 出来吧 躲躲藏藏有啥意思 算你有点见识 不过 寻找如此 你 算你有点见识 不过 也就如此 你 就是我 确实 只有你们周驾才有机会让墨北人 藏进你们的伤队带进来 就不会被发现吧 你放心吧 今天我就会杀了你们 不会有人知道 我们的计划 可比你想象的要中得多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现在收手 我既往不咎 你真是嘴硬 有什么用啊 你嘴硬 我还是死在我手里 你害我周驾损失大半家产 今天 我就要从你 和你老婆身上动刀了 听说墨北的男人 可是很喜欢对中原女人 奸杀至死 这屋子后面有的暗门 我掩护你出去 不行 不会丢下你的 你先救下整个将军府 杀了他们 你 小子 你 你没事吧 你认为你们还躲不了吗 嗯 想跑 你放心 我是不会杀死你们的 我要让你们 做莫为人的耻辱 别动 你别过来 再打死你 娘子 起来 没事吧 这次又是容易 谢谢你再一次救了将军 请你照顾 我们的爱 娘子 娘子 来人呀 快来人呀 快来人呀救救我娘子 来人呀 我娘子要死了快来人呀 诸位大人 南宫将军 言无事 但需要休息几日方可 嗯 陛下 我将军府为国为民 也遭此劫难 您可一定要为我们做主 严惩 习侍郎 皇兄 那几个末被杀手 承认了跟侍郎府 有关联是吗 是的 据臣审讯所得 正是习中复 跟周家人的庇护 周家 就把他全租毁灭了 是 皇上 冤枉啊 臣这几十年 一心为我朝廷 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啊 陛下 这周家 是第一件商 与末被合作到情有可原 可这习侍郎 乃朝廷重臣 怎可能做出这荒谬之事 京城之中守被酸严 单凭周家运作 怎么可能将大批末被杀手 运进来 肯定是背后有人推动 南宫夫人 本相 明白你的心情 但此事 无凭无至 怎可轻易 改观定论 陛下 此事涉及朝中重症 臣以为 当谨慎为先 此言 有理 那先这样吧 玉堂 先好好休息 朕 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公道 怎么办呢 陛下已经说过了 会还我们一个公道 你就不要再多嘴了 难道你看不出来 他们根本就是一伙的吗 那要怎样 现在所有证据都指向周家 侍郎府并无关联 爹 娘 我能拿到证据 真的 真的 谁伤我娘子 我杀死他们 老虎爷 看我怎么让你原型毕露 这回脱了张相的福 帮我脱罪了 放心吧 没有证据 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今夜 我就派人杀了那些墨北人 让他们死无对证 我说 张相做事 我放心 两个老东西 估计在商量的毁尸灭迹 看我奥斯卡影帝出马 骑士郎 你敢做不敢当是不是 行刺之事 绝对是你安排的 对 是我配上的 又怎么样 你 没想到你们的命真硬啊 这样都能存活下来 但是没有证据 你们又能奈过河 他们可是墨北人 你这是叛国呀 啊 我给他们进去了 伤害了皇上怎么办 你说皇上这么欲数凌风 气宇轩昂 英俊潇洒 你怎么能忍心伤害他呢 我跟你说 你真是 我气死了我都要 那又如何 哪怕这个国家再坏一个君王 我依然是关 哦 这话你终于上当了 那我要告诉皇上 蠢货 除非你让皇上亲耳听到 否则没有半毛钱的用处 哦 等着吧 我会慢慢地玩死 换我儿子的大仇 哼 爱卿 殿前击鼓 所为何事啊 陛下 臣要揭发 习之狼就是叛国贼 不仅勾结墨北人 还骂你 庶子 你尚在这里胡言乱语 我行的正坐的直 才轮不到你来拍药 秦大人 这里可是金鸾殿 你若谎称事实 可免酒足 秦阳 你可有证据 陛下 当然有证据 这个神物叫做手机 你也可以叫它凤 它是我由特殊材料制作而成 它可以录像 录下人的声音和样貌 世间还有如此生物 嗯 拿来给朕看看 他们可是墨北人 你这是叛国呀 皇上死了就死了 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说皇上这么玉树临风 英俊潇洒 你怎么忍心伤害他呢 他再坏一个君王 还是做我的官 习仲何 你好大的胆子 皇上啊 皇上冤枉啊 他一定是用了巫术 哪有那种东西啊 皇上 他肯定是巫术 你千万不要相信啊 习大人 我要是会巫术的话 你早就死了 陛下 此事蹊跷 不能往下定论 你当这是傻子吗 臣不敢 习仲何 勾结末北 欣杀朝廷重臣 朕 又免了你的职 来人哪 脱入天牢 皇上 我是冤枉的呀 我是冤枉的呀 你千万不要相信他 他残害周梁啊 皇上 朕 可以允许你们的小动作 但要是朕发现 你们勾结末北外贼 朕 定斩力绝 是 秦阳 陛下 你又为朕立了大功 想要什么赏赐 陛下 其实臣什么都不缺 只希望加强将军府的防卫 好 朕给将军府三百兵甲 为玉堂之管 谢陛下 谢陛下 父皇 父皇 朕祖母还是什么都不愿意吃 太医说撑不了多久了 太医不是说好转了吗 不知道 您快来看看吧 爹 怎么回事 好像说是精神市场 不愿进食 不愿进食 还假不吃 全都拿走 全都拿走 母后 母后 太医呢 到底怎么回事 陛下 我们尝试了上百种玉宴 但太后 都拒绝用膳 若是继续这样 恐怕太后会 太医 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没有了 任何一种办法我们都试过了 除非 有一种食物 能够引起太后的注意 看这样子 好像是有点厌世症 而且看上去像癫痫了 这可如何是好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曾祖母一定不能有事 这 这 陛下 公主 臣后就有办法 自我当真 臣只能说斗胆一试 看太后这般心智 应该是反老还童了 要用不同的方法去吸引 太医 帮我准备一些鸡蛋 大米 糖 还有其他的厨房用具 准了 是 中文医 宣伏 波 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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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帮我来点牛奶和冰 陛下 这是臣新做的食物 名为蛋糕 或许能帮太后 开开胃 太神奇了 鸡蛋居然还能做成 这般模样 好 让朕来 母后 吃了 太后吃了 吃了 太后吃了 只要太后进食了 这等危机便是解决了 实在是太神奇了 整个御医阁 苦心钻研数月都无法攻克的难题 你是如何做到的 是啊 爱卿 这也十分好奇 爱卿说来听听 陛下 您异常便知 又香又甜 爽而不腻 这 从未吃过如此美好的食物 父皇 儿臣也想试试 好 来 实在是太好吃了 本公主 本公主 早来没吃过这么美味的东西 呃 她叫 蛋糕 对吗 对 蛋糕 那你以后 天天给本公主做 要多少赏金 本公主都给你 呃 胡闹 爱卿啊 日后 给太后调理胃口的事 就交给你来如何 朕 重重有赏 臣 定不如使命 哈哈哈哈 只要跟皇家搞好关系 走到哪儿都不怕 嗯 秦大人 习贵妃请您过去一趟 习贵妃 她和习明杰什么关系啊 习贵妃是习家人 你说呢 请吧 糟糕 又是一趟红门烟 这么浓的香水味 嗯 好看吗 啊 不不不不 小家伙 你手段挺狠的吗 西明杰一家 都被你玩死了 我不明白娘娘在说什么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秩序 哪有这本事 哈哈 你真的 什么都不懂吗 娘娘希望我懂什么呀 行了 不逗你了 本宫这次找你来 是为了见见你 至于习明杰一家 那是罪有应得 嗯 本宫 本宫虽然出生于习家 但对习家深恶痛绝 你帮本宫除去了眼中钉 肉中刺 本宫谢你还来不及呢 娘娘大费周章地把我找过来 恐怕不止单单感谢我那么简单吧 真从人 本宫希望你在皇上面前 多多美颜几句 我这地方 皇上许久都没来过了 娘娘如此美丽的人 皇上为什么不来呢 难道他不绝 你到本宫身边来 还好跑得快 不然就被那个妖精给勾住了 还好我用手机查了一下 果然3%的福尔玛林 加20%的绿化纳 可以知乎臭 我的冰块 我好不容易才从父皇那儿争取到的 公主殿下 你包这么大一块冰干什么 小羊子 这冰块自然是消暑将能用的 这天气这么炎热 怎少得了它 不过地窖的冰粉就不多 你还给我砸掉了 公主殿下 别担心 我给办法 可以无限量 制造冰块 啊 不能行吗 公主殿下放心 这个配方 是我情家独创的 肯定没问题 绝对值钱 哇 真的成功了 秦阳 你也太厉害了 这下好了 再也不用担心天气炎热的问题了 嘿嘿嘿 公主殿下开心就好 哎 殿下 考不考虑 赚钱 赚钱 我不缺钱啊 这京城的达官贵人 对冰的需求量这么大 你提供销路 我去卖 赚的钱 怎么误分 你想想 当其他的皇子公主 还在伸手向陛下要钱的时候 你已经实现了经济独立 我为什么要经济独立 因为独立就有吃不完的蜂蜜暴兵 好好好 王公主赢了 能拉着异国公主当生意伙伴 这再大的风险都不怕啊 成交 告辞 这次逃逃几天就赚了几十万两 并快就是暴力行业啊 公主 公主 我有个大好消息 不好意思 陈马上就走 混蛋 没想到你小小的身体 竟然这么有力量 臭 疼 谁让你进门不敲门的 我也不是故意的 对了 你刚刚说什么来着 我没听清楚 哦 对 你看这是什么 你点点 干得不错呀 对了 这个给你 这是本公主的随身力 若是 你以后出去被人欺负了 就拿出来 本公主罩着你 谢谢公主 到了皇上和公主这两块金字招牌 我看以后谁敢招惹我 金阳 金阳 嗯 我这是昏迷了多久 娘子 你醒了 我爹娘 他们没事吧 没事 你放心 这一次啊 是周家跟侍郎府一起做的局 都被一网打尽了 那墨北那些杀手呢 一个也不留啊 这样不会有什么麻烦吗 墨北那边 正好在找理由向我们开战 我不管她有什么理由 只要伤了我娘子 她必须死 金阳 有你真好 嗯 依靠我就好 小姐公爷 那是报了 说 什么事 说 什么事 小姐 墨北 墨北以我大厦残杀他们高层为理由 发动边境战争 如今我们的军队急急败退 变成危在旦夕啊 你说什么 张相在朝堂上联合众臣抵制我们将军府 提议下墨北割地赔款 以求和平 还让我们将军府跪地向他们盗窃 好一个姓张的 老爷正在朝堂上和他们对峙 行事不容乐观 我现在就进贯 哎 娘子 娘子你别 伤还没好 哎 还有周 哎 你刚好你注意身体 如今墨北人来势汹汹 铁骑已翻过我大厦三座城关 诸位爱卿 可有应对之策啊 陛下 墨北骑兵太过勇猛 我大厦军根本无法硬扛 臣体投降议和 将边关韩城割让出去赔偿 又是割地赔款吗 上次边境战争也是如此 陛下 除此以外 别无探望 陛下 不能求和 墨北人此战 蓄谋已久 若我大厦一再谦让 反而让他们得寸进尺 不可能真正的迎战 南宫阵 你还好意思站出来说话 我何时站出来了 要不是因为你女婿秦阳杀了 墨北世子 这冒北怎可能采取 这一系列行动 陛下 臣认为 让南宫阵一家 在边关向墨北跪地求饶 以挽回我国损失 南宫阵 你陛下就等死吧 而且一旦各地赔款 那本相 可以从中获取利益 简直一箭双飘 陛下 陛下 我泱泱大厦 绝对不能屈服于墨北蛮子 他们要打 我便陪他打 打 拿什么打 木尾骑兵装备精良且来势汹汹 我大小军 根本就等不住 我知道 你们南宫阵骁勇胜 可墨为铁刀 也无奸不摧 你们就算去 也是白白送死 张相 你的人不敢打 那便我来 陛下 此事因南宫阵而起 他们不但不知悔改 还大言不惭 其心可诛啊 玉堂 如今战事危急 你就不要说这样的气话 战争一时 就交给张相 可是陛下 没有可是 陛下 如果我能制造出 打败墨北人的武器 墨北使用的 可是数十斤的金铁大刀 我们的盔甲 根本就打不住 铁 我制造的东西 可比铁硬十几倍呢 天啊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 这铁 可是这世上最硬的东西 你们是来说服陛下的 不是让你人情心事上 娘子 你相信我这些 我何时骗你 张相 要不要我们打个赌 如果我真能制造出这种武器的话 那你跪下来给我磕三个响头 再叫我一声爸爸 你个黄口小儿 太放肆了 张相 要不我们打个赌 如果我真能制造出这种武器的话 那你跪下来给我磕三个响头 再叫我一声爸爸 你个黄口小儿 太放肆了 好 这赢你的挑战 不过要是输了 如果我输了 我跪下来给他磕三个响头 再叫他一声爸爸 顺便 我撤下所有官职 陛下 我相信秦阳 如果秦阳输了 那便免救我南公家所有职位 顺便 我也叫他一声爸爸 好了好了 中午休息两个时辰 下午再议 阳儿啊 我们是不是太冲动了 要是真管那老人家父亲 父亲 别担心 我已经派江坤准备了 很快就把我的秘密武器送了 秦阳 现在不是你胡闹的时候 国家这事是不能开玩笑的 你知不知道 我没开玩笑啊 娘子 江坤高 等着看好戏吧 父亲 皇上驾到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 秦阳 是不是该给老夫下跪磕头啊 该下跪的是你吧 来人 上我的钢刀 我这把刀 名为削铁如泥 陛下看好了 张相 服了吗 就算有这种武器 莫被杰兵重刀乱砍 没有好的盔甲 照样伤我们很重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来人 上我的盔甲 陛下 这就是我怎么都捅不烂的盔甲 您看好了 陛下 臣愿意让张相一试 让他拿刀来砍我 来 张相 没那个机会 四兄弟 就来砍我 那老夫 可不客气了 别客气 世上 还有这等神器 启离陛下 这就是为大家打造的钢刀和钢甲 相信有了这两件武器 谁还会说我们大厦勇士 干不过那帮木马人 好 不愧是男公家的女婿 为国为民 文武双全 激阳 振温 若二十万铁机 入侵我大厦边关 你当如何 只需给我两万勇士 配上我的钢刀和钢甲 我相信那帮墨北蛮子 肯定会有来无回 不过 论领军打仗 还得是我娘子亲自上才行 夫妻二人一文一文 天作识 朕宣布 六部全力配合 生产钢刀钢甲 你应对墨北一战 南宫御堂听令 臣在 朕封你为真北大将军 算十万精兵前去兵官 死战 一定有击溃敌军 收复师徒 臣 遵旨 死战 也必须打 也必须赢 六人之中 若有谁 不配 朕 战力决 是 张相 您是不是忘了件事 不要得寸进尺啊 如果你不履行的话 我就去告诉皇上 你 苏妮 要不这样 我看你挺为难的 你我各退一步 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你就不用叫我爸爸了 那先说出你的条件 再看我同不同意 把你名下的万宝楼 无条件地转上给我 什么 不行 换个条件 我叫这一个条件 如果你不答应 那你就是欺君之罪 好 老夫答应 喂 咱得签个合同 你害怕老夫 还累账不成 你不是 这只公事公办 我老占您便宜也不好 我这都带了 帮我拿下 疑狠 走了 谢谢大家 你慢点 这是我精心 给你设计的铠甲 你试一试 好 那你出去吧 我准备更衣了 出去啊 我帮你 我要带着你飞进梦幻世界里 给你更多惊喜 摔开所有的问题 凡人的事情 来这里寻开心 我要带着你飞进梦幻世界里 给你更多惊喜 摔开所有的问题 凡人的事情 这是我精心为你设计的铠甲 这弹性 这光泽 明天你要出征了 让我们再问清一番如何 你认得不一样 就是一样 给你更多惊喜 摔开所有的问题 凡人的事情 清阳 公主 清阳 皇室宗亲举办了一场宴会 你陪本公主去吧 哇 不太好吧 没什么不好的 走 好事 真是好事 真是好事 今天很多皇室子孙 都快参加这场会呢 一会儿我带你认识一下他们 公主殿下有心了 跟我客气什么 那个 是我大哥 太子 平时最喜欢讲话文走走的 听个话让人不舒服的 相比之下 我还是更喜欢我二哥 咱们做原点 尽量不要和他们接触 为什么 太子与张相 在朝堂上做得很近 你在朝堂上 服了张相的面子 恐怕大哥 会给你好脸色 没事 你先去那边坐会 我去一趟二哥呢 你先坐下 太子出品 必须精品 咯 秦阳 你这废物怎么在这儿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我的手下败将 我说你这只狗怎么在这儿 你才是真上不了台面的狗呢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京城最顶尖的宴会 来的都是皇室宗卿 大家世子 你说你这臭水狗来的蛆 你说你也配来这儿 我是蛆 熟悉吗 来人 把他丢支出去 哎 你 张衡 这个就是青家 是吗 大名如雷贡儿 哎 在太子殿下面前 术实是不敢当 啊 哈哈 本太子今天又让他身败名练 这样吧 哈哈 啊 大哥 那个 就是我说的秦阳 不错 本皇子许久没遇到过 如此有趣的人了 小妹 你可忠于他 二哥帮你把他撬过来 二哥 你不说什么呢 哈哈 老君 老君 老家可算找到你了 老君 老君 老家可算找到你了 嗯 前两日你来我那留宿 还没付钱呢 留宿 嗯 没给钱 老君 你不会是问了我吧 前两日你在青楼与 努家跌卵岛缝时 可是说故要借奴家过门的 哈哈 这最绪 也是个小小瓢头之客 哈哈 跟我们没什么不一样 去青楼瓢就还不给钱 真把将军府的脸都丢尽了 丢人丢人丢人 太丢人了 秦阳 你这人表面上人助不害 被地里做了什么事 多龌龙 你说你一表人才像我堂堂 你说这些有个屁用啊 还不住得要一丑万年 哎呀 你们胡说什么 秦阳不是这种人 公主殿下 公主殿下 他说的是真的 你看看 我欠你多少钱 五十两 五十两 秦阳 你说什么 欠债还钱的嘛 哎 我这有一千两 没有零钱 你都拿走 行 那奴家 等着与公主再续千元 等等 你刚才说你接一次 是五十两是吧 是啊 公主可以包业哦 这样你家给你便宜点 一百两 我给了你一千两 这么做我还有十九次的消费机会 江坤 把兄弟们带上来 这个人 就是太讲义气 我自己乐呵不行 我还得让兄弟们跟着我一起乐呵 兄弟们 上 别过来 别过来 等一下 我看门口的太监也蠢蠢欲动啊 要不要一起乐呵乐呵呀 去 你俩什么东西 你俩一边去 去 将军府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去 把他放开 太子 这事你是管得有点太宽了吧 我的衣服脱了 救命 救命啊 长少 可是拿钱给你消费 你可别这么说啊 这事跟我和太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可别这么说啊 这事跟我和太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哦 这是跟你和太子有关系 我说了这事跟我和太子没关系 是他就是张恒 哦 他拿钱给我 他想要毁了你 你有什么证据吗 有 我这里有宰相府印章的银票 大家看一看 这是宰相府的专属印章银票 是你的吗 我给的钱又怎么样 我就看这个气氛太紧张 会约下气氛而已吗 哈哈哈哈 哎 哎呀 你知道这是哪吗 皇室顶级宴会 盛汤高雅 在什么都是什么人 皇室贵族王亲后代 你说你演这么一出 就是在侮辱太子 侮辱公主 侮辱在场的所有殿下 太子 臣恳请仗则张恒五十大板 逐出宴会 以敬交友 大哥 我同意 皇兄 臣也赞同 二弟 你 你怎么来了 皇兄 这不重要 重要是此人扰乱风际 若是被别人知道 我皇室举办的宴会 闯进一个风尘女子 被别人知道会怎么想 若是被父皇知道 他又会如何问你 大哥 我肯定会如实禀告给父皇的 来人 把张恒给我拖出去 这 张则五十大板 太子 永远不准进入宴会厅 太子 太子 救命啊公主 诸位 本太子还有事 就不奉陪了 告辞 太子慢走 今日多谢公主殿下和二皇子殿下 客气什么 本来就是他们在污蔑你嘛 对吧 二哥 小妹说的是啊 秦公子凌威不乱 本王甚是钦佩 二皇子给我讲了 小妹给我尝了你做的蛋糕 人间一绝 二皇子 公主殿下 刚好 过几天我有一个酒楼开业 会上新菜品 比蛋糕还好吃 不知道二位可否赏脸来做一做 本皇子一定捧场 小妹 时间不早了 我们也回宫中去吧 我现在不想回去 今晚父王设宴 你可不能缺席 好吧 走吧 拜拜 那你可得做好多好吃的给我 你放心吧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嗯 哦 对了 这个给你 以后要是有人在这外面欺负你 你就把牌亮出来 是我灵心照着你 你不给过我一块吗 你就在哪一块吗 小妹 你也太偏心了吧 是对她动心了吗 赶紧走 嗯 嗯 贵妃娘娘 你在这干嘛 本公叔想你了 你信吗 嗯 贵妃娘娘 你在这干嘛 本公叔想你了 你信吗 别说笑了 行了 本公不逗你了 我这次专程前来 是为了感谢你 上次经过你治疗之后 那怪味确实消散了许多 那是自然 我那是秦家古法 肯定有效 不过本公的腰背 最近有些疼痛 宫里的太医 看了也无用 不知你可愿 为本公排忧解难 我去 这怪妃想着法子来 占我便宜吧 行是行 就怕娘娘受不了 本公有什么事 吵吵不住的 来 娘娘 那我就放肆了 哎 哎 别动哎 好 坚持住坚持住 哎 好 再来 哎 好 脖子哎 哎 哎 怎么样 还可以吧 在哪儿学的呀 也是我秦家古法 是吗 那你倒是跟本公说说 这秦家古法中 有没有能治疗 身宫寂寞的呀 娘娘说笑了 南宫御堂出周 四下无人 你我二人何不及时行乐 娘娘今日用的是桂花香 来这里 年洵 哪里 认识 八 可 一 複零 六 一 这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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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你要你等等 等等 娘娘 说我进去跑失败 这该死的混蛋 老娘这段美色居然都诱惑不了她 不过我说 她迟早有一天会在本宫的城市之中 张相 张衡受伤 是本太子的疏忽 太子殿下不必自责 只怪这秦明太过狡猾 自那习明节被送到断头台那一刻起 老夫便知道此子不简单 只可惜习侍郎太过自大 一命呜呼 连老夫也中了他的圈 不得已 恶让天保楼 天保楼与东宫与宰相府皆是重要收入来源 难道没什么办法拿回来吗 宰相府经营天保楼数年 那肯定有所准备 只要这次秦阳的开业甚至破坏 我们便借刀杀人 搬回一场 不过 需要太子殿下 略作出手 张相 有何妙计啊 太子殿下可否满意 好 我定会让他 身败名裂 上 你死了 嘿小爱同学 宝宝的宝繁体字怎么写 姑爷 大事不好了姑爷 什么事这么着急 我们天保楼对面新开了一家万宝楼 把我们的厨师全都挖过去了 啊 这种事 不仅如此 它还是我们天保楼的菜品低利 是京都酒楼之池 哦 那他们还挺自信的 姑爷 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毕竟权贵世家的妖精函已经发出去了 若是我们提供不了菜肴 恐怕 我们的招牌开业几毁啊 看来得把我压箱底的本事拿出来了 对空 你帮我找这个厨子来 姑爷 不行啊 太子和宰相府发布联合命令 全城的厨师 都不得到天保楼来就任 你知道吗 其实很多时候 菜做得好并不在于烧得多好 而在于 放了什么 放了什么 喝 吃 尝尝这个 来 咱飞 听说天保楼厨子哥哥身怀绝技 秦大人 你可得把人好好留住啊 本王今日就是冲着这些名菜来 这可是天保楼屹立不倒的精子招牌 啊 不如说秦阳 你赶紧把你天保楼招牌菜拿上来 让大家尝尝啊 对啊 赶紧拿出来啊 本公主也想试试呢 下面 天保楼厨师都被大哥抢走 还命令全城的厨师不准给秦公子做菜 什么 那我给秦阳请了好几位王宿道场 这可如何是好啊 不如殿下被担心 自有安排 我说秦阳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这一世宗庆都在这呢 还不上菜 这不戏耍人家吗 上菜 得紧上了 上菜 各位别着急 菜马上就到 马上就到 你看他是谁 这就是天保楼的四大名厨 四大名厨 怎么只有一个 哈哈哈哈 在下 就是四大 现在不是天保楼的了 是我万保楼的名厨 哈哈 天保楼的徒子都让人抢走了 还做什么生意 这不是有病吗 要不是好这口 本王会这么大老远的来 几位老爷 知道您就好这口 这样 您移步我万保楼 尝一尝 那可情好啊 你们太过分了 诸位 稍等一下 谁说我们天保楼 没有厨子的 哦 你哪请的名厨啊 有什么拿手菜 厨子就是我自己 诸位啊 这一个小小的坠序 哦 一道菜拿不上来 急贡后面把你们都牵过来了 这不吸爪你们吗 二五爷 您说是吧 最好给我解释清楚 要不然老子对你不客气了 王叔 不是这样的 王爷 我说了 菜马上就到了 像你个鬼话 你就是死家的上架 你嘴硬 好 那我让你看看 到底是我嘴硬 还是我菜硬 新菜到 有点意思啊 这是我最新研制的菜肴 名为辣椒炒肉 请各位品尝 这 这闻起来好香啊 那为何 看起来 其他的菜不一样 回禀公主 这道菜 是由特殊香料炒之而成 经过大火翻滚 方才香气突鼻 这不能吃啊 他根本就不是厨师 怎么懂得炒菜啊 说不定吃了以后 死了 我什么不敢的 好香 二哥 你快试试 香嫩可口肥而不腻 多种味道杂柔 又巧妙聚在舌尖 维修 从来没有吃过 如此经验的味道 来 不行 再来一块 八皇子 辣椒和肉搭配 味道更佳 好 老米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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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不然眼的 真好吃 什么表情 尝尝 嗯 哦 哦 那个 这局 你们赢了 我们还没说 他那是一道菜 肯定是机缘巧合 我们要杀他的锐气 就从厨艺下手 四元有礼 去吧 请啊 你知道菜 吃不错 但是 作为京城的名楼 吃此一道菜是远远不够 这些达官显贵吃的是什么 是什么 是外面吃不到的东西啊 换而言之 就是化腐朽为神奇 才能决定一个酒楼的高度 你这身高就别提高度的事了 说吧 你到底想说什么 嗯 我万宝露向你发起挑战 一举顶收益你敢吗 秦阳 你可千万别答应他 他只是在给你射陷阱 他手下的厨师 各个都是顶级名厨 对食材的把控 已经达到最高竞技 这辣椒炒肉虽说味道惊叶 但无论是刀工还是火候 都还有所欠缺 单论主意 你必属于 哼 怎么了 天宝楼不是号称京城第一名楼吗 不敢啊 好 我答应你 好 我可以答应和你比试 正如你所说 决定一个酒楼的高度 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 那我们就比试这一项 每个人选个食材 看谁做的最神奇 谁就赢 行那没问题啊 哈哈 你说我们来来回回比试好几次了吧 每次你都输 我都累了 要不这样 咱们玩把大的 嗯 每人赌上全部家当 来一举如何 那 那 呃 你在怕什么 难不成你还担心输给他吗 我想请示下我爹 有本太子在 他翻不了天 我 你若是让本太子在老二面前落了下风 以后就不用跟着本王了 嗯嗯 好 应你了 好 请周围大人做证 这是北海鲁鱼 全天下最嫩的食材之意 今天我万宝罗请诸位吃一道 愉悦 龙门 这就是我们的食材 小龙虾 晴阳啊 就这虫子给狗你都不吃 狗不吃你吃 小龙虾可是火遍大江南北的存在 没有哪个吃货能拒绝小龙虾 本上不跟你一样 等会儿自信分枪 哼 这就是愉悦龙门 哼 不愧是京都名厨 方言天下 这道菜也是一诀啊 不错不错 深得本王的喜爱 什么破愉悦龙门 味道不就能咬吗 比辣椒炒肉差远了 小妹 在吃辣椒炒肉之前 你可说那愉悦龙门 是世上最好吃的菜 到你了 要不然 你直接认输算了 别一会儿丢人现眼啊 丢人现眼的是你 江坤 上菜 是 此乃我天宝楼夏季新品 麻辣 小龙虾 那 我先吃一个试试 哦 嘿咬 嗯 嗯 嗯 没味儿 这大虫子煮熟了 还挺可爱的 本公主也要吃 我喂你一个 公主 嗯 来 蘸点汤 哎 太好吃了 我还要吃 我再给你剥 要不 咱也试试 行啊 来来来 来来 各位 我这可是上好的 北海拢鱼啊 鱼 龙门 来 尝尝 来来来 尝 别砍了 你输了 我没输 叫你那几个臭虫子 根本上不了台面 张相 你是不是忘了 咱们比的是 谁能将食材化腐朽为神奇 而不是比谁的食材更珍贵 你就 你就强辞夺理 你就 相反来 皇室最重要的三位后代都在这 怎么 不把他们一当 江坤 在 我命令你率将军府所有精兵 为丞相府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 在相府只有反抗者 格杀勿者 属下里命 我看谁敢 那是我丞相府的家业 你们动一个试试 那你且敢反抗一下试试啊 殿下 可能他们这就是给你们开了个微笑 怎么都当真了呀 众皇室宗亲 在此作证 张鹤 就算你是丞相之子 就岂能出尔反尔 本公主可不答应 小妹 莫要激动 都是同胚一起之声 莫要当真 秦阳 本太子很看好你的才华 不如你跟随本太子 驱动工作目标 本太子 会给你最高规格的待遇 怎么样 太子 我实在是判不上你啊 江坤 在 去丞相府 遵命 秦阳 非要跟我斗个一丝网破不成 我给过你机会了 尹卫听令 是 即刻出发 协助将军府 拿回正当财产 违抗城 杀无赦 是 嗯 真的很香啊 我们已经没出手了 双妹 皇帝 你们两个确定 不给我这个太子面子吗 大哥何主子 我们向来 都是很冷静的 好 你们给我等着 太子 太子 别走太子 太子 你不成长小龙虾吗 公子不好了 在相府整整三十多处房产 几千万两银票 还有 继续加商府 全被将军府收走了 再相府完了 什么 谁要你 哎 公子 拖出去 别脏了我的地方 老公为官当相三十年 好不容易攒到这点家的 全都让你这个百家子 给我输光了 你没想到这畜生 如此阴险狡诈 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怎么办 才能怎么办 不仅必须在心上 就是他 我们 跟乃娅如何 难道我们一辈子 待在这个破屋子里 我不甘心了你 不 还有办法 太子殿下 有何妙计 秦侍郎的下场 历历在墨 恐怕这条路 行不通 秦阳 如今是朝廷最红的星星 就算不去哪 我们也要忌惮 在外领兵打仗的 南宫御堂 秦阳大事已成 若是他投靠了老二回下 我这个太子 怎么能意 一旦我倒台了 你们宰相府 也是望中之鞭 任人拿捏 太子 我愿意去 和尔 爹 这种子成心不公的天了 没有回头路的爹 好 我会鼎力相助你 这一次没有南宫御堂 秦阳 他必死无疑 公主殿下你怎么来了 本公主快饿死了 特别想念你做的香辣小龙虾 那正好 我新创的口味 哎 我说 多亏了你给我小龙虾做宣传 我这天保罗至尊小龙虾的称号 终于是打出去了 等我客气什么 只要你给我做好吃的 下次 我就让我复活 给你提字字扁 你说的 跟一杯 公主殿下 我送你回去 不 我就要跟你待在一起 你可别说笑 你跟我待在一起 不管 小羊子 本公主喜欢你 这么偷人的妈 你 长得好看 才是个人 她总是给我做好吃的 明天 我就让你算我的不满 明天是咱明天说好吗 走咱先回去 走起来 慢点 我 我哪 你送回皇宫啊 你 不是 哎 这个 干什么 本公主今天要跟你双宿双飞 我还没允许呢 哎 哎 这 这 你 烟放完了吗 西米那 你烟已经开始生效 好 我看他们这次怎么逃 是你 天子教下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杀了你 杀了我你也逃不了 此事只有天之地之 你之我之 有了我质子的贼寇杀了你 跟我张衡有什么关系 你说对吧 那他 那他呢 他你要杀了 啊 灵溪公主 一个公主而已 杀了就杀了 他是陛下最心疼的公主 杀了他精神会暴乱的 笑话 我有太子殿下 我怕精神暴乱 我宰相会怕精神暴乱 再说了 灵溪公主跟你在一起 会跟皇上讲 你将他无主治死 到时候皇上会总对你们南宫一家 到时候你们南宫一家 就整整齐齐地满门朝着 原来你们宰相夫 勾结太子 上次我就想杀了你了 不过让你跑了 致死不回来 上次 那北人也是你们 对啊 墨北人物宰相夫也有助理 这 这是叛国 行了 这些话 留着跟你列祖列宗说吧 上 你没中毒 你猜 不可能 这些人都是我丞相府 精心培养多年的杀手 一个小小的执婿 怎么身手如此变态 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是兵王 草 你还有什么叶吗 有 别杀我 有了这个录音 就可以把宰相夫连根拔起了吧 还有什么太子 非得让你变成弃子 父王将我们召集过来 所为何事 不是 张可能 他也为鬼吗 昨夜 朕收到了灵溪写的一封飞歌传书 心上写的内容很简单 不妨 女儿与秦阳同困天皇 从你来杀 送来救我 什么 殿下 我女婿和公主 现在究竟在何处 朕 已派玉林军前去接回二人 军无大碍 那就好 来人 将凶手的尸体拖上来 张相 你可认得此人 你知道吗 我恒儿 冤极冤枉的 父王 女儿不过是去天堡楼吃小龙虾 去刷点影 你可要为女儿做主啊 真的关系 是 还有 秦阳不过是个老老实实 做生意的本分人 最高主节呢 你也要为他宣传正义 陛下 臣 有苦难言 爱情请起 朕 宣布 被除张显宗宰相之旨 打入天牢 听口发落 陛下 臣 燃忘啊 父王 此事颇为蹊跷 儿臣愿意前去明场 还小妹和秦阳一个公道 大哥 小妹此话何意 太子殿下 那我们就让陛下看看您的真实命 陛下 这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起的物件 叫手机 也可以叫它 凤 它不仅可以拍照 还有录像功能 你听一下 她可是陛下最宠爱的公主 你杀了她 皇城将会动荡 我怕她嘛 我有太子 我宰相父怕什么 皇陵动 更好 灵溪公主和你在一起 我杀了她 别人还以为是你杀的 父皇 您现在相信了吧 妖物 这是妖物啊 对对对 父 这就是泼脏水啊 这就是 当朕的营卫是吃素的吧 我宠相太子 当围剑 屡次杀人未遂 你身重 父皇 父皇饶命啊 父皇 我侯你个张线 你是一个争承 去勾结末尾 通敌叛徒 所以朕不敢杀你吗 来人啊 拖出去 即刻斩首 是 我而没死 我而没死 我再活着 我会接你 我接你回去 是啊 你为你的太子之位 太山吗 真是为了你的太子之位 父皇 我只为你活着 我和你一日起 留你一命 即日起 宁静祖宁宁宫 我得踏出半步 来人闹 我快出去 是 再见了 太子殿下 不对 应该叫你废太子 父皇 我等着 我会这么轻易放过你 亲要 给我等着 宁静 你现在可火了 整个场中都在议论你 我那几个老姐妹 特别喜欢你那天宝楼的小虫子 小龙虾 对对对 小龙虾 一天不吃它都浑身难受得紧呢 娘 那我这个小龙虾 就叫一天不吃浑身难受小龙虾 怎么样 可以啊 我还有麻辣味 还有蒜蓉味 今天晚上 你带你那几个老姐妹去尝尝 好好好 爹 你也一块去 我就不了 这鬼啊 不方便 你比以前啊 老喜欢和几个老战友一起喝酒 可惜 当年只是 不提也罢 爹 让我看看你的份 没用的 十几年了 那可不一定 其实我一早就知道您的病因 只不过当时治疗费颇高 再加上您当时心情沉慢 我便无法向您提起 毕丑 你有办法 当然了 太好了 我一娘此生的心愿 就是想看到你爹有一日再震起来 出去走走 看看这监督的繁华 夫人 老爷 好女婿 快 说说你有什么办法 这十几年来 我和玉堂 照遍了天下的名医 可都是无计可施啊 我之前从一本古书上看到过一个老药房 叫做黑玉断絮膏 听说能够清热解读 输精续骨 再加上特定的针灸治疗 我相信断腿也能接上 此等方法不像是人间所有 也许真的是仙人所有吧 对对对 定是如此 还有什么仙人 不过是我前世当冰龙时 实验之开发出的几神药 而我恰好记下配方 爹 您现在放下心结 心情变得舒畅 血液也变得舒畅 这是一大助力 灰心派人寻遍了天下 五湖四海所有药材 相信今日就可以练成 黑玉断絮膏 那不少钱吧 没事 也就是一千来万吧 没事 之前我出 我出 那行那行那行 真好歹是京都首付着 一只百万的银子 对我来说 是是是 太好了 回去治疗去 走走走 对我来说 好 好了 我的腿正好了 好 好了 我的腿真的好了 讨厌 女婿啊 真是多亏了你 又是没有你 恐怕我男公家早就被人给灭了 别这么说 都是一家人 能得此贤婿 是我男公家的大姓 对了 爹 您腿的事先不要外传 你的意思 宰相虽死但太子人在 他肯定不会是八战修的 好 我不听你的 秦阳 畜生 有这么记忆地放过你的 来人啊 来人 太子要出宫 太子殿下 陛下有令 你不能出宫 是吗 参见太子殿下 你以为我这储君之位 就白呆了吗 陛北那边的情况如何 启离太子殿下 南宫御堂率领的军队 已将我本人披制光外 突出半语 便能大获全盛 收回百年前背负割让的天云十六轴 该死了 真的让他们收回的天云十六轴 那我这太子也别想当了 还有 告诉莫名 只要他们成功地帮我登上皇位 日后 年年向他们核心进贡 你以为这 都要死 陛下 臣愿带兵出征 秦阳 你会打仗 陛下有所不知 我的兵法和理论都是满分 并且我的娘子 在边外身死未卜 臣必须去 杨儿 前方战事告急 这场仗异常休闲 而且玉堂也有危险 还是我来吧 您 可以讲不好 爹你放心 您镇守京城 保护皇上安全 过去吧 你平安待会 好 可老夫受你南宫正齐 你一上战场 就有五公一脉的将领上阵 好 秦阳 阵风你为三军统帅 帅领大军排复北京战场 谢陛下 陈定不辱使命 殿下 你找我 你真的要去吗 若是你死在边外 我该怎么办 我现在负责女人 天下信 我和平安归来的 公主对他 大军起车 城外去了 等我回来 你还叫我公主殿下吗 那我就去 哎呀 你也不害臊 老板 等我回来 啊等等 这是我母后 临死前留给我的玉佩 于一为吉祥 现在我将她给你 希望你能 安然归来 哦 对了 我也有东西给你 扶一下 这是一支 五百元的今日军队 若京城有事变 你就去东城门 左三营找江坤 若有事变 好 我知道了 这一支 来 我 你还还要 怀藏 我 你还要 我 姑爷 您要用这玩意给当军治病 万万不可 姑爷 即使您是将军的丈夫 我们也绝不允许您这样做 松手 娘子 娘子 让大夫过来 大夫 我娘子怎么样 南宫将军的病 太严重了 最多还有一天时间 先提前准备好事吧 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小军在 娘子就死不了 娘子 小军在你死不了 这也没什么效果 我再整整大夫吧 娘子你醒了 我不是在做梦吗 将军你没做梦 是姑爷 姑爷用一种叫青梅素的药治好了您的病 亲呀 对不起 我不是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你放心 我会帮你打赢这场场 我们的梁草营被切断了 墨伟人步步逼近 太难打了 我常常划下这个梦 是什么样真正的机会 娘子 你很好吧 哪怕只有1%的机会 我也能决地反击 来人 拿笔墨来 这是我精心设计的军事演习的 一共36头大法 你看一下 原来还能这般 这36头战法 各不相同 真是令人派安娇去 青梅 你是怎么想到的 当人靠脑子 竟然还有如此损伤 自顾寒情 若是敌人输了 还得骂你一百 但是 但是 我们现在正需要这般起证 伯父将 伯父将在 听我安排 全军布置 我们即刻扳机 是 等你 为 我还打击书理 加入天御设计中 莫本人落荒而逃 好 幸灾大象 即刻禀报京都 是 哎 等等 先别报解报 先头两天 现在我们班师回京 然后盯紧墨被人 不要让他们有任何传心的可能 为什么 京城现在不太平 我们即刻起证回去 也许会有惊喜 我听你的 即刻班师回朝 救命 许久未见 不如我们亲热一番再回去 嗯 一边去 贵妃啊 你换阵来 所谓何事 陛下 人家就是想你了吗 好 那朕便休起片刻 陛下 来呀 甚至想你了 是吗 陛下 我等的就是你 是军事部吗 是的 他站在运行队就在外面 是丛宝 陛下 人家可是未来的皇后呢 我不行 咱们现在也是 你敢救我 你很熟悉 丛宝被我收买的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救命 救命 你要干什么 快住手 难道你看不出来 我才换胃吗 大哥 你就不怕南宫玉堂 带别回朝吗 回朝 是我告诉你们吧 梁草宁是我派人收的 南宫玉堂菜里的毒 也是我派人下的 他拿什么回头 啊 太分毒了 我 这老东西若不是 废了我储君之位 我何至于此 不过也没关系 因为从前一开始 大吓我 我们也是新的 皇帝 以为 你 杀之 啊 怎么了 费 你的双腿不是废了吗 老夫早已经痊愈 这青阳让老夫已知的伪装 果然今日 出了一条毒蛇出洞 该死的青阳 末将就下来迟 往陛下恕罪 外面的叛军 早已清理完毕 幸福了 曾 居然盗船 来人呐 只拿下 哈哈哈哈 老东西 应该是弄的 小妹就算你心想 你把小妹怎么了 我只是派了一群人 说 两个 她 哈哈哈哈 居然被你的青妹妹 下如此狠手 我配为人 大哥 你的计划 恐怕失败了 什么 这怎么可能 我明明派了那么多人 你的进攻 不应该还有护卫啊 是秦阳安排的人 救了我 在他离开之前 就与我说过 京城会不太平 于是便派了人手 不我周全 秦阳 又是秦阳 秦阳 千算万算 还是死在了战场上吧 这漠北大军 进攻撸着 你们 全都得死 哈哈哈哈哈哈 大哥 你造反算计 这都是我们皇上内部的争论 但是你勾结莫北人 就是赤裸裸的叛徒 自怒成王败寇 输了就得死 这个逆子 简直 丧尽天良 还是有多些情 不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秦阳 真的回不来了吗 这 一直没收到 真被大军的捷报 恐怕已经 陛下 臣等就是战死 也绝不投降 爹 你们不用投降 不是战死 杀场了吗 你 你怎么知道这 我忘了告诉你 我军前线大捷 成功击退莫北人 收复边境十六州 你的计划失败了 不可能 我没收到消息啊 你当然不会收到信息 因为我压下了人吧 原来如此 小则真没收到军宝 秦阳 你真厉害 太好了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回来的 哈哈哈哈 人 全都完了 他们给我压出去 陛下饶命 这几次无辜的 陛下 陛下饶命 陛下 为国争承 功劳盛高 这 身心实欲的感谢 陛下 为国为民 我南宫家赴汤导火 必不容辞 好 赏 大赏 父皇 女儿 想嫁给平明 为这等功劳 喜上加喜 嗯 这 啊 如果 高知识讯 能为正妻 这样 所有两位正妻 可以想 我 我 陛下 正妻 可有左右 但能力 有主有负 啊 阵头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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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父父 也有优劣之分 正如 明臣 有尊卑之分 南宫将军 您说对吧 呃 公主 武臣 武臣 武臣问多过他高事 呃 走走走 武臣休息 啊 传正有此意 啊 正有此意 你哪去啊 请啊 回答 不 你先回答我 完了完了 这送命题我也不会做 我可以不回答吗 不行 哦